同学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 Skills and Techniques 是有关会计 部计 Accounting Estimates 你可能会说 老师啊 其实我们的各大cycle里 不是已经学过了吗 对的 比如说PPE 咱们就说过那useful life 你有什么方法来去确证 我们说过那resitive value 有些题目当中 就有这样的实质性程序 可以测出来 那么今天还学这个 Accounting Estimates 是为什么呢 第一有这么一道考题 第二它告诉你的是 凡是这个项目 它能称为Accounting Estimates 那么今天讲的这些套路 那么就都适用 所以它是一个抽象出来的 通用的这么一个内容 下面我们就跟着教材 来说一下 Accounting Estimates An approximation of a monetary amount in the absence of a precise means of measurement 意思是 之所以叫估计 是因为啊 情非得语 为什么呢 我实在是没有一个办法 能够准确地去度量 它的金额 咱还说那PPE useful life 您说不到那资产 退休那一天 您怎么知道 它哪天退休 还有那resitive value 不到那资产 砸锅卖铁那一天 您怎么知道 它确切的resitive value 既然您无法穿越 那么我们现在又必须 在财报中给予反应 不管是说 给一个确切的金额 还是进行相关的披露 那我们都知道 用一个近似值 就当成是您给出来的 最合理的值 所以aproximation 就这样应运而生了 您想 哎呦 那财报 原来只是一个 无限接近的值 没错 因为这是 我们说accountant 或者说management 能够做到的最好 审计师的目标是什么呢 这句话就强调说 如果呀 这叫会计估计 您也知道 估就意味着 没有准确的事 所以咱不能说 您这金额 accuracy 要求太可可 对吧 但是咱得说呢 估计 或者猜的靠谱就行 怎么叫靠谱呢 reasonable 好 这是说啊 那金额部分 您说 是不是也得有披露啊 没错 您那披露 达到什么要求呢 adequate 足够好了就行 因此我们会看什么 看它的金额 还要看什么 看它的披露 所以您现在 应该能记起 老师讲过 说哎呦 从inventry cycle开始 在那个substantive procedures 就老会说一句 我要去看你的disclosure 实际上 大家看一下啊 这是教材上 给您举出来的 常见的accounting estimates 那么我们说 inventry之前的cycle 难道您就不能看disclosure吗 不是 主要是那些cycle 凭证太多 那实质性程序 都写也写不完 因此咱就不好意思说 再写条答案说 我要看disclosure 但是您知道 比如说accounts receivable 应收账款 什么是估的呀 对 alurance for doubtful accounts 您说您怎么估的呢 哎呦 我说呀 我用账零分析 问一下啊 您这应收啊 方零几何 然后再给您一个percentage 然后才就是算出了alurance 你看这不就猜的吗 好了 那您清楚 这猜的金额 它就真的进爆表 而且呢 它就影响了那个net account receivable 因此您必须要看呢 说您这alurance 算的是不是 哎 我们那时候叫valuation嘛 没敢说叫accuracy 因为reasonable就可以 与此同时 您也能想象出来 在notes当中 我们就得说哎 把它这个方零几何啊 然后呢 percentage 那都是要披露 所以我们就发现 estimate 那是又要算 又要批 像这个inventory write it down 那也有很多的情况呀 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折旧啊 那有折旧就有贪销 对吗 这些都是相同的问题 就猜 各种猜猜猜 然后您还得放 把这个猜的值放在财报里 后面你notes里说 哎 我怎么猜的啊 所以这些例子 我们就不去特别的说了 我们就来看一道成年就题 来体会一下 咱把所有这些accounting estimates 就无差别的 咱们抽象出来 这叫什么问题呢 这叫做判断性问题 accounting estimates 用了管理层的判断 又什么叫判断 那就意味着有很多的 subjectivity 这主观性一强 RMM那就high RMM一high 您审计师说 我好紧张了 是吧 您可能就要多查 所以您现在仔细品一下 当我们在各大cycle时 遇到这类凡是accounting estimates的问题时 您是不是都特别紧张 特别仔细的说 哎呦 我要用于什么程序 怎么办 好那我们就清楚 审计师啊 要用自己的professional judgment 来判断这个管理层的judgment 您由衷的感叹 是吧 审计师太难了 那下面我们就看一下 尽管如此之难 他还是有一些 基本的套路可循的 首先 说这是估啊 是猜啊 您忍不住就想问一句 问谁呢 问管理层 哟 你怎么猜的呢 how 我们用最常见的动词 那是什么 discuss 您diss一下这个管理层 说有how 当您知道管理层告诉了您 他是想怎么着 这个how指他的想 是吧 那您一定会问 具体您怎么做的 也就是说有您那data 就给出这个accounting estimates 基于什么样的data 用了什么样的方法 又是给了什么样的假设 data method assumptions 听起来超验手吧 对的 当我们说experts 专家的工作 说您不懂 您懂您就是专家了 可是您非得说 我审计师 对吧 我还用详细信赖专家的工作 要不懂 装懂一下 怎么才能装 装就得看三点 当时说了 assunction method data 因此您发现了 不管是悬而未决的 还是你想不懂装懂的 这三点问出来 基本的那都是直击灵魂的问题 基本上就能够把 说这estimate怎么做的这事 搞清楚 您知道他how 您还知道他用的这三个数据也好 方法也好 假设也好 您就可以按照他的想法来去判断 说你给出的这个judgment decision 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你给出来的不是你前面的how 还有这三个点 那么你这个就是有bias 你自己说的都没做到 你说什么了 你说了一号 你还说了这三个基础的内容 好 这是看management 完全是基于management的这条线进行沟通 而做的程序 那您说 审计师啊 他怎么可能自己不去做些事呢 怎么光可能说 哎呦 管理层说什么就试什么呢 对吧 所以接下来这一天 审计师要动手了 您说这个accounting estimates 这叫估计 就是猜 但是我们在之前 那么多cycle的实质性程序里 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感觉 那就是给点时间 给点空闲 等到期末 你再看看 意思就是就算你是一估计 也有一种可能啊 说期末之后 哎 这个猜测就可以有确实的证据了 那您说 我期末之后 我这个PPU就处置了 砸过卖铁的书 您就知道了 又期末之后 哎 我就卖过了 那NRV您又知道了 所以说呀 这是最简单 直白去测试的 estimate的方式 那就是看 up to date之后的证据 但是 你哪是老这么幸运啊 clined猜什么 您期后就能看到什么了 那还用什么 所以在没有这么幸运的前提下 您说 我根据你管理层 你不告诉你耗了吗 你还告诉我 我你的assumption 你的method 你的data 好了 我做一期望值 这我自己算的 我觉得对自己老自信了 我认为我这期望值是很reasonable的 那我这个 跟您做哪一比 哎 我再判断说 您那个estimate 它到底是不是reasonable 接着 如果说光看局部 看估计 可能看不出对错了 咱们放在整个财报当中 去总体来看一下 是吧 你把这眼界呀 格局呀 是吧 呃 都 这个账户和账户之间的联系 都考虑进去 我们再来看 有您这个估的合不合理 您看 考官在这 其实还教了我们点英文 什么意思呢 只要你觉得它好 它叫reasonable 不好 那不就错了吗 错了是什么 就是错 报 所以啊 reasonable是合理 那不合理的呢 就是错的 接下来我们再说 还有什么办法呢 你一定不要忘记 说有一个东西 叫控制 accounting estimates 咱都说了 说管理层做这个的时候 那是judgment 有subjectivity 那rmm是很high的 这么high的 您能不用个控制吗 用了控制 您能不测一下吗 您测完之后 要真有效呢 万一有效了 就证明 哎 空的挺好 这个accounting estimates 错的可能性 就会小 你看 您这一片可努力了 做了好些个事 一个是说 假以时日 用期后来去证明 当然不经常 会有这样的结果 您可以做的 就是非常确定 能做的 就是呢 知道了好 还知道这三点 您自己做 expectation 去比较 还有 这个站在一个 更高的这个位置 纵观财报 来去判断 是不是reasonable 如果不是 那就是错了 错报 misstatement 您还可以 借助控制测试 测完之后 又针对 estimation的控制 好有效啊 您就可以 稍稍放宽心啊 真的有可能 哎 这estimate 它做的是reasonable 这四项啊 都是您 尽心尽力做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比较偷懒的 这两项程序 这两项程序 您在各大cycle 都可以这么偷懒的 写上去 但是 它另一个方面 也在跟考官说 我真不会跌的了 哎呦 我只能用这些凑数啊 这个印象 稍微会打点折扣啊 但我们现在来说啊 首先 悬而未决吧 有猜测吧 您心里没底吧 好了 请management 给您一个书面声明 如果这事又比较大 好了 您顺便把那 治理层都带上说 哎 各位高管 对吧 哎 治理层们啊 您呢 给我说说 您就这么做 这个accounting estimate 您觉得 您自己一定是说 您认为是合理的 意思说 你不觉得 你该调 你觉得 你的账 是没问题啊 每次这个 written representation 都是这些话 接下来 别忘了 我们目标里 还说了呢 数 是不是 reasonable 披露 是不是 adequate 那您 就得再去 看一眼 这个 disclosure 好了 那么具体的话 里面是什么样的内容呢 这个就留给 各位同学 去了解 但是您发现 哦 原来我们一直用的套路 其实accounting estimates 我们抽象出来的时候 也在用 好 下面我们简单的总结一下吧 首先 这事儿必须得去跟管理层沟通 您discuss了 主要知道的是号 然后进一步的了解的是 method assumption 还有data 接着您就按它的套路 说 就可以判断 您自己说您怎么做的 和您真正给出那个金额 是不是有bias 能光靠管理层的一面之词吗 不成 我们说 如果很幸运的话 期后这事儿就不是悬而为绝了 没有uncertainty 您就可以直接确定 estimation 应该的正确金额 这就不用估了 对吗 直接有数 或者 您说 没那么幸运 没有那个期后得正 我们也可以说建立期望值 又您怎么建立的呀 您说管理层倒告诉您号了 是吧 他还告诉您 这三个数 method assumption date 您是不是自己 根据您的经验 也能算出一期望值 然后一b 您也可以判断说 您一定是认为自己是对的 是吧 然后判断出 他和您有差异的话 他还是不是reasonable 那么接下来说 站在全局 您再判断一下 还有 我们说 与之相关的控制 您测试一下 最后很敷衍的 再写两条 有这个事儿悬嘛 对吧 管理层啊 治理层啊 行行好 给我一个written representation 就说 你们觉得 你这个给出的值是对的 然后最后自己说 按照目标讲 那个disclosure 我也是一定要去看 好了 那我们今天这个accounting estimates 就学完了 您会发现 这个抽象的套路 其实在您之前 学各大cycle时 各种substantive procedures时 都有体现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高度抽象 两个目标 您不要忘记 一个是这个数 我得去看看 他是不是reasonable 一个呢 是他的披露 我要去看一下 他是不是adequate 好了 那我们今天呢 有关accounting estimates 就跟您说到这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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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